15针啊,看 给它跟后背片也找出15针来 给它织缝在一起 不要织得太紧啊 三根签子一起织的那种 而且大家注意了啊 你这个位置收针也没有必要收得特别近啊 你前后边一样的 一样的收针方法 记住了吗 好 收完针之后 这也都缝好了 那么这位针就形成一个大口子 这实际上就是你挑织袖子的地方 这是8厘米的这个宽度这儿啊 有同学可能会说 哎呦,这点都不到18厘米 确实不到 那是因为它这个袖子帧数 一定会比这儿少一些的啊 所以你看 给它拽下去了 好 这位置呢 我们是给它挑织袖子的啊 一共挑织出来了44针 虽然我给大家看的是44针啊 但是你在挑织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既然让大家每一针都编织了啊 就这个位置 所以大家挑织的时候 你一定要每一针都挑出来 记住了吗 所有帧数都挑出来之后 第二行 我们再给它减到44针 然后给它支正针 环形的啊 环形下下支正针啊 一边支正针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在项目处减两次针啊 就在这个位置减 每隔15行 第16行减一针 减两次就可以了 总帧数只减去了 4针啊 最后你这个位置呢 一共是40针了 明白了 好 这40针呢 然后我们给它支一个机器边 啊 给它支一个 双单螺纹 这关单螺纹的意思呢 就是为了一会儿 收这个机器边的时候 会比较好看一点 要玩得太突然了 直接收机器边 好了 两个袖子一样啊 袖子支了43厘米之后 开始支的那一厘米的机器边 明白了吗 一厘米的领针带螺纹 支完领针带螺纹以后 收的机器边 袖子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 对不对 但是 它既简洁 又真的非常让人喜欢啊 尤其是它把女性的特点啊 衬托得淋漓尽致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款的话 完全可以按照自己身形来 现在这款 我帮大家量一下它的胸围啊 由于手工织的 这家是唇毛 所以它是有弹性的 这款它的胸围是71厘米 成品的胸围啊 用我们的六号针 四号的四果合成的 纯羊毛的粗线 完成以后 是这样的一个胸围啊 它穿在 刚刚我们那个模特身上 那个模特稍微的有一点 它应该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体重啊 这个孩子稍微的有点重 它体重应该是 97、8斤那样子 所以它穿的时候呢 就扁丝合缝的了 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 它的这个身高 体重 以及你自己 以及我们完成之后的啊 它的这个尺寸 然后结合自己的情况 来完成一下啊 你看 如果啊 我们支撑 124针的啊 它正好是多少 七十 七十一厘米 七十一七二 哦 七十三厘米啊 七十三厘米同学们 正好是七十三厘米 明白了吧 好 我们通过 你通过这个啊 来除一下 得出计算 看一下你平时的服装啊 你千万可别找那个 可别量自己的那个实际的胸围 然后再跟这个计算 不可以的啊 你要找你一件 就是比较紧身的 有一定的弹性的真织品 然后你看你自己那件衣服的 胸围是多少 然后啊 你再根据这件衣服 根据自己的胸围呢 来给它安排真数 有同学说 哎呀 这花不就六十针一个吗 我还能怎样安排呢 我没法控制它了 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花纹可以无限的 扩大的 你看 我们这一组花纹是六十针啊 你完全可以给它安排成 六十四针啊 明白了吗 但必须是四的倍数啊 同学们啊 六十四针 六十八针 我说是中间的花纹啊 或者你还可以做一个小小改良 中间也不要两针 反针 你中间可以一针反针 都不会有影响 前后啊 都是一针反针 但是这两个位置啊 你最好还是各留 一针 一共两针反针 这是为了留做缝用的 知道了吗 所以啊 你的总针数啊 如果我给大家算出它的尺寸来 如果你的总针数是六十八针一个花纹的话 那么你的总体的比它多出来的针数就多少了 就比它多出来了十六针啊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这种花纹啊 大概是两厘米 两针就是一厘米 大家能计算出来它的这个特点吗 立刻能够明白了 对不对 你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十六针 那么你的整个胸围就增加了八厘米 对不对 好 大家就按照这个来推算 然后得出来这个总体 别忘了 如果你要是在这个位置做了调整的话 那么你的整个的花纹大了 你的长度也会跟着一起大 因为你的花纹啊 它是一个固定的 你增加了花纹的帧数 明白了吗 所以说这块啊 大家能够简单的计算 就能得出来 唯一提醒大家就是 你在这个位置啊 一定要编针的时候 每一针都织 在分片织的时候 明白了吗 在这之后 你在完成的时候 挑针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 整个袖子的长度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身形来啊 原款一共是44厘米 它是身高一米六五 体重是90斤以下的 这个小孩他们穿着的这个完美比例 你完全可以根据这个得出你的自己的衣服的长度 自己袖子的长度啊 好了 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 大家也已经了解了 根据自己的身材 还怎样完成这个花纹 并不复杂啊 你想你的针数只是增加了 也就是说你每个花纹啊 每个花纹你在这个位置呢 比它比原款啊 如果你要增加八针的话 就是多加了一次针 这多减了两次针 这多加一次 一边一个 这多减了两次针 明白了吗 就这点差别 但是它的胸围就会扩大了 好了 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 写出来 我会看到